今天是9月20号,北美的天气已经转凉进入秋季 王老师的后院里,架子上爬满了各种瓜豆类 藤蔓下面还种了好几样秋菜 在今天的这个视频里,我们除了看看各种菜的展示 还会向大家着重介绍几种瓜,尤其是砍瓜和丝瓜的流种 然后会介绍兔丝籽这种寄生植物 最后会比较一下不同寿粉条件下的玉米结实率 好,首先我们先随着王老师到菜园里看一看 9月份正是扁豆花盛开的时节,很多已经结了豆甲 在阳光的照耀下,油亮亮的紫色豆甲已经可以采摘食用了 喜欢吃嫩豆甲的可以早点栽 喜欢吃豆子的可以等豆甲长得很远古的时候再栽 这个大个子瓜是王老师留种的结瓜 长了有两个月左右 八十几厘米长,二十几厘米的直径 大概有15公斤重 让它再长一个月,就是长满三个月后 它的表皮会出现白粉,表明它可以收了,瓜子成熟了 结瓜藤下种了很多秋菜 左边的是白菜,右边的是菠菜 前面的地里种的是小青菜 此外还种了芹菜 秋菜刚播种子,以及出小苗的时候 瓜藤上的叶子正好可以遮阴 等到过上几个星期,瓜藤扯掉之后 这些绿叶菜正好可以在充足的阳光下迅速长大 途中是一个多星期前种的第二批的菠菜 出芽率很高 今年第一次种苦瓜,收成也不错 在以前的视频里,我们已经向大家介绍过砍瓜 这个神奇的瓜,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去砍一截 我们家里种着两种砍瓜 一种是浅绿色的长砍瓜 一种是矮胖一点的森色砍瓜 想跟大家提醒一下 如果你想留种的话,那么这个瓜就不能砍着吃 这是因为瓜的种子主要集中在瓜的头部 就是远离瓜病的地方,如果你砍着吃的话,那么你就收不到种子 留种的瓜一般要长上三个月,它里面的瓜子才够饱满 另外一个标记就是种瓜的颜色会开始变浅 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深绿色的瓜 随着时间长下去,它就变成了褐色的皮 表面还会有一些白粉,这表明种瓜已经趋向成熟 砍瓜的下面长着南瓜,遍地式瓜 这些是留种的南瓜,已经长了三个多月了 它们的表面已经长满了白粉 说明很快就可以采收了 留种的老南瓜,老砍瓜 除了它们的瓜子可以种以外 它们的瓜肉也都是可以使用的 下面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另一个重头戏 那就是丝瓜 那么最近丝瓜大丰收,大概已经吃了有好几个星期了 我们家丝瓜呢有三种 这种呢是无林的矮胖丝瓜 这个在中国店里经常看到 现在看到的呢是一颗留种的长丝瓜 这个长丝瓜有一米多长,长了有两个月了 好,我们看这个是有林丝瓜 有林丝瓜你看它上面有菱角的 所以有林丝瓜又有人叫做八角瓜或是十角瓜 有林丝瓜是这几种品种中口感最好的 第一,它防氧化,瓜漏不会在空气中变黑 第二,它比较金炒,不会一炒就烂 你看这个瓜上是套着一个红带子的 这个红带子还用神系在上面 这个是一个保护带 因为这个留种的瓜已经很重了 所以我们怕它掉下来 丝瓜从开花到结果十五天就可以采摘吃了 一般来说超过二十天呢,这个瓜就有点显老 因为它里头有紫了 我们来看这是一个长了快一个月的瓜 你看这个瓜切开来看一下的话 你看它里面白色的紫粒啊 这些紫呢,如果挖掉后呢 这个瓜漏还是可以吃的 和南瓜,结瓜等瓜一样 丝瓜留种也要长足三个月 种子才饱满,发芽雨才高 我们看,这是长了三个月的丝瓜 把它摇一摇,可以听到里头种子沙沙的响声 然后这个表面,如果你用手一掐 皮就会破碎 里面呢,就是丝瓜精 取种的时候,只需将丝瓜头部打开 用手轻拍丝瓜 黑色的瓜子就掉了出来 黑色表明这个瓜子成熟饱满 我们把这个丝瓜表皮剥掉以后呢 就是丝瓜精 也叫丝瓜落 丝瓜精呢,是用来清洁碗锅 非常好的工具 有的人,留种的丝瓜长到两个月就采摘了 或者不得不采摘 那么,它这个瓜子出来的呢 就是褐色的,而不是黑色的 褐色的瓜子呢 表明它长得还是不够饱满 但是也是可以当种子用的 但是不饱满的种子,它里面储处的能量不够 等到吹芽的时候呢 里面的子叶无法把这个 总壳顶开 所以我们要把这个瓜子呢 帮它 把壳剪开 这样子才能让它发芽 相比之下 长了三个月才采摘的黑色种子 它们饱满 触芽率高 而且长出来的苗也壮 说完瓜类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辣椒 院子里的很多绿色辣椒 现在都已经转红 喜气洋洋的 可以收获了 但是我们也在一些植株上 看到了这种兔丝籽 兔丝籽呢 是一种寄生植物 它依附在其他植物上 号称植物界的吸血鬼 它组成的细胞中 没有叶绿体 利用爬藤攀岩在其他植物 并且从接触的祭祖部位 伸出尖刺 戳入树主的皮下 吸取养分 来维持生命 处丝籽是通过种子 或者藤金分支进行繁殖 生命里极其旺盛 但凡有成熟的种子落地 来年必定会破土而出 即使被拔除后 不小心掉落一段精断 它也会轻易存活 并迅速缠绕上整株寄生植物 一方面大量夺取寄生植物的营养 另一方面呢 阻碍寄生植物进行光合作用 致使寄生植物长时衰落 直至枯萎死亡 所以王老师一看到有这个兔丝籽呢 就赶紧地把它们清除掉 视频中显示的是它清除苦瓜藤上的兔丝籽 你们看到这个兔丝籽已经在开白花了 另一方面呢 兔丝籽其实它的种子是一种中药 所以也有人是专门养殖兔丝籽的 具体养殖方法呢 是讲一片大豆田 然后呢 在大豆长饰好的时候呢 种植兔丝籽 也就是用大豆来养殖兔丝籽 今年王老师还尝试种了十几颗甜露玉米 口感非常好 在八月份的菜园水拍中 王老师向大家展示了 如何给玉米进行能工授粉 最近我们收了留种玉米 发现如果是家庭小量种植玉米的话 清能工授粉和未能工授粉的结实率大不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对比图 左侧的是充分能工授粉的 中间的是自然授粉的 右侧的是花丝被叶部部分遮挡 授粉不良的 三个一对比可以明显看出 能工授粉能够保证玉米的结实率 当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甜露玉米碎 可以看到碎上不仅子粒的色泽不同 而且充实度也不同 凭我们的经验 子粒扁的是甜度更高的 今天的菜园水拍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